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之后又分两批恢复对伊朗的各领域的制裁 试图封杀伊朗的原油出口 但是在去年的11月同意给予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 为期6个月的所谓制裁豁免 而本月的22号美国宣布将不再延续这一所谓的制裁豁免 意再通过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来剥夺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 继续扩大对伊朗的极限施压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4号发表讲话 表示伊朗将反制美国的制裁 哈梅内伊说伊朗一定会回应美国的敌对行为 面对敌人伊朗人民不会无动于衷 哈梅内伊强调美国妄想阻断伊朗石油出口的通道 但只要伊朗人民积极行动团结一致 政府积极作为 美国的图谋就不会得逞 同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有些人认为美国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 但伊朗却拒谈 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并非诚意要与伊朗进行谈判 美国的目的是搞乱伊朗 鲁哈尼同时强调谈判并非不可行 但只有在美国解除所有制裁 并就其所作所为向伊朗道歉之后 伊朗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